在金融市政府教育署长杜国正等人陪同下 金融市长林游昌带着工程帽进入工地 逐程查看施工状况 这里是成功国小活动中心整建工程现场 这栋复合式建筑已经出具雏形 包括多工人球馆 即可容纳400人的展演音乐厅 目前工程精度已达57.82% 超前1.01% 这一个工程不仅对我们成功国小的师生 有很大的一个注意 其实对周边师求无礼 未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场域 特别这个活动中心上面有一个表演的空间 有400席的一个座位 未来也可以进一步的分摊文化中心的压力 因为一个中型的展演空间 也是我们金融市非常的需要 那现在文化中心基本上这个场地都是饱和 所以未来成功国小的活动中心 跟这个演艺厅完成之后 未来也会变成是我们金融市很重要的一个 中型展演的一个场所 那我今天特别来看这个工地 因为每天从这边附近经过 我觉得这个工地其实进展的非常的顺利 那刚刚听了简报 那原本的一个预定的一个进度是百分之五十六点多 那目前有超前一个百分点左右 那我们希望这个营造厂能够在我们金融市的雨季来临之前 把这个包括顶板以及旁边的这些个墙面的部分 把它阻力起来 那这样子可以避免受到这个雨天的一个影响 那工程的一个进度也能够在比较确保 不但施工进度超前 成功国小活动中心整建工程的施工品质 也获得市政府施工茶盒的高分 及2022国家卓越建设奖规划设计类金子奖肯定 金融市长林又昌表示 将进一步争取角逐公共工程金子奖 这个工程整个营造的一个状况还有品质 我觉得感觉是还蛮不错的 而且施工茶盒也都品质 所以这个工地我们也预计要来争取 国家建筑奖的工程金子奖的一个奖项 所以营造厂跟建筑师 还有我们市府的团队 大家都很努力 希望能够争取这样的一个荣誉 牛昌强调这是以校园为核心 社区改造运动 在成为国小基地的最后一礼路 未来活动中心完工启用后 将可衔接成绩转运站 更进一步串联成功一路狼带 搭配未来31号桥改建 把四球五里跟四港核心区有效串接 成为学校与社区营造共好共荣的典范 记者张旗潘金融报道